你好 我是關志堯 Jason 關 我是一個電影攝影師 亦都是一個電影導演 電影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藝術的敘事 以及我們用鏡頭去講故事 你知道我們拍攝電影 其實有一個很龐大的團隊在後面 我們有很多崗位 其中一個是甚麼 導演 編劇 攝影師 就是我自己 如果我自己作為一個攝影師 我自己最大的工作是 就是把文字轉化成影像 我們會用很多手段 我們有甚麼呢 我們可以用燈光的氣氛 構圖 攝影機的移動 而將導演的概念 轉化成影像 達到一個目的 其實就是我們最喜歡拍電影的地方 是否用大機去拍電影 其實是一種迷思 其實對我來說 我自己的世界 其實攝影機只不過是一種工具 其實我們不會說 我們大機拍得很漂亮 小機也不會那麼漂亮 其實不是的 最重要是我們自己的手法 我們自己觀察到那件事 即是鏡頭 在鏡頭裏面發生到的事物 而那種事物能夠感動到觀眾 其實那才是重點 對我來說 其實攝影機是一種工具 但如果那種工具 可以能夠達到 有一種專業程度的功能 我當然會樂意去使用 例如是有一個很強的手機 它有電影功能 我絕對會利用了這種手機去拍攝 即是達到我自己的目的 我用V11去拍攝的時候 令到我非常開心 就是因為它有四大功能 其中一個是低光度 HDR10 Plus的功能 這個功能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好用 HDR來說 我們稱為動態範圍 如果它能夠可以 包括有高光低光 在融合一個畫面裏面 對我們拍攝的工作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利 最好玩之處就是這裡 我們又不怕可以很光 亦都不會怕很暗 所以這個功能對我來說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第二 它有OIS光學防震 光學防震其實在某程度上 對我們在手提拍攝的時候 就幫助了很大 因為我們手提拍攝 通常我們就會走來走去 動得很厲害 通常我們會用一些很專業的器材 才可以做一些穩定的工作 但是如果它有光學防震 基本上它已經幫我減輕了很大的負擔 令到我拍攝其實都簡單了很多 其實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我們經常要換不同的鏡頭 一定的了 現在它三鏡頭設計 它有一個超廣角 接著有一個主機的鏡頭 再加一個長焦的微距鏡頭 這三個鏡頭加起來來說 其實在拍攝上 已經很能夠滿足到我自己的需要 還有它有一個2K高清的螢幕 它色彩還原度很高 我們行內有一個術語就是 What you see what you get 意思是它可以看到一個很準誠的顏色 就不用我們自己去搜尋一下 究竟我們有沒有偏色 我們有了這個2K高清的螢幕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放心去拍攝我們要拍的東西 接下來我會和小米合作 用這十一手機去拍一個有電影的故事 大家拭目以待